反战中尬场,蓝丝带也推公投 虽然不到一天香港九龙狮子山上的我要真普选布条就被政府拆除 但是昨天香港城市大学多名就读创意媒体学院的学生就制作同款的标语 昨天成功挂上创意媒体中心的外墙 标语悬挂后,望角和九龙塘等地都可以清楚看见 响应民间拆一条挂十条的行动,延续新狮子山精神 而前天在望角占领区,因为维持秩序和暴力分子发生肢体冲突被警方带脚的美国队长 虽然装备已经被警方没收,昨天他仍然回到现场拿着坚守纸牌继续守护望角 战中启动至今已经迈入第29天 金钟、望角、铜锣湾等地仍有为争取特首珍普选的群众聚集 但是在望角,反战中的人士多次暴力踢馆 昨晚反战中团体集会甚至打伤至少四名记者 甚至有人连衣服都被逞迫 发起战中的团体为凝聚抗争者的意见 提出两项议案,今天起一连两天让群众投票表决 反战中团体保普选反战中大联盟 把投票看成在拼场,昨天赶紧发起联署 但是反战中连数长达九天,而且未限制任何资格 这个事情不是我一个人,是你们的,还有我们下一代 今天我们做一步,我们的下一代就幸福一步 东新闻综合报道